看到贾满亮参加了快乐之城,在其中也出演了一个短片,提前有预告出来了之后,很多网友的评价,就是终于有在综艺节目上看见他了。 确实,在李小璐没有出事之前,贾满亮的综艺节目是很多的,还有很多的真人秀节目,他给大家的印象,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的,也非常的搞笑和开朗乐观,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的贾满亮啊,总能够给周围人带来很多的欢乐。 但是,现在的贾满亮我们看着看着就变了很多,不仅仅是露面的机会少了,应该是他自己和团队刻意的减少了曝光吧,现在都是属于阿安静静在制作拍戏的那种,而且拍摄的作品也都是和之前的风额都是不一样的,现在都是走深沉路线的了,有点让人接受不了,而且现在也都开始走实力派的路线了。 可是这对于观众来说,好像有点陌生,这还是以前的贾满亮吗?很显然不是了,大概也没有多少人,是可以经受得住这样的事情的,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公众人物,还那么爱他的妻子和家庭,在出事之后的回应都是在资格的,一个人喝酒,一个人逛超市,可能他自己也很累了吧。 所以有人说,现在的贾满亮太深沉了,整个人都没有精气神了,眼睛里面没有光了,大概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忧郁,又有点颓的样子吧。 一看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了,当现实的残酷击垮一个很开朗的人的时候,就说明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不了了,从追缘小鹿到结婚,后来有了甜心。 我们都觉得贾满亮一定很幸福吧,有一个这么有爱且温暖的家庭,在爸爸回来了播出之后,一家三口都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和喜欢,现在可能已经伤寒累累了。 所以现在不管在什么场合,看见贾满亮都会觉得有那么一些心疼,又会觉得李小鹿有那么一点残忍。 不知道这一次在《华乐剧城》节目中,贾满亮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感觉,但是看着预告觉得还是很扎心,到时候一定又是一大波热搜来袭了。 李小鹿事件前后,贾满亮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。 在《华乐剧城》节目吧。 感谢观看